大家好,我是艾莉哲所徐医生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溶脂症的问题 溶脂症的话,它主要用于局部的一个塑形 然后帮我们分解我们的脂肪细胞 它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把我们的细胞膜给撑破 然后呢,让脂肪流出来 这样子的话,有一部分脂肪就永远不会长回来了 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是不要在你减肥 还没有减到最终你想要的那个体重和体质比的时候 去做溶脂症 因为你很好材料,而且很费钱 而且呢,问题是呢 你要人受的疼痛会更多一些 而且效果也达不到那么的好 因为我们这是塑形的 它不是用来减肥的 溶脂症是用来塑形,不是用来减肥的 所以说,当你的体重减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再去找你的医生去做 这时候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 而且更有针对性一些 像是你有一些局部的脂肪的pocket 像是你的蝴蝶袖呀 然后又是腹乳啊 这些地方 它做到的是帮你局部的少量的塑形和精致 它做不到一个帮你减肥的功效 请大家如果在减肥的过程中 早晚达到你的理想体重之后 我们再去进行一个脂肪的塑形 如果你已经减肥减了两三年 还是没有达到一个你理想的体重 那你可以开始 但是我的建议是 还是要最好等到你减到一个你理想体重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再去把局部的位置去画出来 去进行分解脂肪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